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 细说生命与人文关怀的课程简介 我们这门课是通试的课程 只有两学分 课程是以电影、绘本、个案故事等等 我们先欣赏片段 然后采取参与跟分组方式会去进行 课程当中我们会融入爱跟服务的一个理念 希望让同学能够体认生命的可贵 跟关怀的一个重要性 我本人罗玉璇 我是财经系的一个老师 在推广教育中心上班 目前办公室是在B203 专门的领域是行销学、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心理、管理跟商业教育等等 开设这门课主要是因为 自己的一个生命历程当中 有体认到很多生命跟人文上面的一些体验 所以开设了这门课 这门课的课目中指是以生命教育、人文光怀为主 希望能够让学生真正的去体认到说 什么是珍惜、尊重、开放、信任、生命的一个交织 提升同学们对于生命的热忱、珍惜、还有光怀力 希望让同学发现自我存在的意义 还有提升做事热忱与学习的效率 本课程的一个学习目标有三项 第一个是希望让同学们能够珍惜、尊重、开放、信任、分享的一个 认识到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跟人文 第二点是希望能够让学生、让同学们提升对生命、人文的一个热忱、珍惜跟光怀 最后希望借由课程能够让同学肯定自我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然后能够提升在做事还有学习上面的热忱 这三点是我们的一个学习目标 那我们的对象呢 其实是只要是大学部的学生 你有兴趣、想要多了解生命、多了解人文上面的 都欢迎来学习 关于学习前的一个能力来讲 其实不用具备什么样的一个基本程度 但是呢 欢迎对生命想要探索 然后对人文有兴趣的同学来修 学习的一个方法 还有讲授的一个方法 主要分成三大方面 一个呢 就是认知学习 一个是小组讨论 还有态度学习 那在认知学习上面呢 占30% 所以可能就是像课堂上面的一个讲授 然后我们的跟学生之间的对话 还有阅读、作业等等 那小组讨论的部分的话呢 是欣赏完或者是讨论完的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个案 或者是电影 我们会有设计不同的讨论单 然后呢 让同学们适时的去分享看法 先彼此做彼此之间的一个交流 然后最后在全班呢 我们来再来做一个分享 在态度的学习上面呢 占了40% 采取那种情意教学的方法 用实际 或者是说可能有时候 透过服务的一个对象 交流跟互动 甚至是透过影片 或者是同学演戏的方式 我们来用感人的一些这种互动式 影音的一个教材 能够去感动学生 感动同学们 然后激发你们的热情 让你们的所学的东西都能够内化成自己的 那以下呢 是我们的教学的一个过程 这个大纲 第一周大概就简单介绍一下课程 然后因为同学是通识嘛 所以来自于不同的科系 都彼此不认识 所以我们会先安排一个 认识你真好的一个活动 然后它是用九宫格的方式在设计 至少让你在这一门课上面 第一周就能够认识九位新的同学 那第二周呢 我们就会先从比较严肃一点点的话题啦 就是可能先从生命教育 人文关怀 不同的教派 或者是说 可能同学耳熟能详的一些名人 他对于生命教育 跟人文关怀的一些不同的见解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小组的一个讨论 第三周基本上是安排 跟生命人文历程上面 有关系的一些歌曲的MV 甚至是歌词的一个探讨 那暂定呢 可能像生命的阳光 周杰伦的道乡 老一点的永远相信 或是张惠妹的后知后觉 然后呢 再来进行小组讨论 第四周呢 我们会播放一个电影 那可能是享受吧 一个人的旅行 那希望呢 让同学能够有对于人生呢 会有一个新的一个体验跟想法 第五周是绘本的部分 那就是以路易斯的 你很特别 还有这个 葛斯巴这两本书呢 这两本绘本哦 然后让同学去 再重新去体验呢 一下成长的这种过程 那这一周的这个讨论呢 是会用九宫格的方式 第六周希望能够透过歌曲 然后一样让同学去体验在成长的这种各个阶段 所遇到的一些意境 一些状况 像说苏打绿的 你在烦恼什么啊 喜欢寂寞 幸福而度等等 那第七周呢 我们就是一样又回到绘本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是以提升同学对于人生目标的这种 热忱哦 或者是这种专注 像说跳跳欧 或者是阿雅先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绘本 那一样 讨论的时候呢 这一周可能也是会用九宫格比较联想式的方式呢 来让同学讨论 第八周 电影欣赏 让同学欣赏罗雷斯这部卡通片 那这部卡通片来讲呢 是比较强调在生命的珍惜 也有环保的部分 那里面也有牵扯到一些尊重的一个议题 那一样呢 后面还是会让同学比较进行开放式的一个讨论 第九周是我们的期中考周 那我们不考试哦 那用报告的 那基本上有两项选择 可以让同学来做这个挑选 一个呢 就是大一大二的 好OK 你在学习的生涯上面的一个规划 那可能大三大四来讲的话呢 可能就是会针对你未来要毕业了 那你的这一些 你的梦想 你的一个职业 你自己的一个蓝图的规划的报告 期中考后第十周 我们一样 一开始呢 先用绘本的部分哦 那这里先安排了两本 海马先生 还有狮子与男孩 这个是在探讨尊重跟开放的一个议题 第十一周呢 欣赏电影 三个傻瓜 那这部片子应该是很多人都蛮喜欢的啊 口碑也很好的哦 但是希望从这部电影当中呢 我们去引导出 让同学去发现一些 对于生命目标 对于人生目标的那种梦想的坚持 还有对于生命的那种乐成 第十二周呢 我们会介绍几本绘本 绿鼻子啊 蜡笔河的故事 还有花婆婆 那这些呢 其实会比较希望说引导到 关怀 就是不同类群 不同族群 不同文化的这种关怀的分享 那这次的讨论也是比较属于联想式的 像九宫格的方式 第十三周呢 可能会推荐一些书籍 那或者是说在于这个绘本的部分 我就是喜欢我 然后希望让同学去了解说 自我创造的这种价值 第十四周 电影欣赏 我们看冲浪假期 那一只企鹅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他对于这个 他的人生呢 是没有设限 而且他是很相信说 他的这个自我的一个能力 所以说这个主题呢 是会着重在开放跟信任的主题 第十五周 绘本的一个欣赏 那主要是让同学去 能够去借由绘本当中 体验到分享的这种历程 所以像谁搬走了我的乳酪 绍肘雪人 还有眼镜雪人 这是两本 第十六周呢 可能会是介绍一本课外书吧 不完美的礼物 那由这一个东西呢 去让同学呢 也去认识自己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 但每一个人呢 也都有一样的一个部分 那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那如何我们去接受 不完美的自己 那希望说 透由这一周的一个学习讨论呢 能够让同学呢 建立对自我的一个 更高的自信心 第十七周 我们是先安排天外奇迹这部 这个 它也是电影 但是它是卡通 那让同学去讨论这种 所谓的坚持梦想的这种 人生的一个体验 最后一周呢 就是同学的一个上台分享了 希望有这样子整学期的一个上过 上课过程当中 同学可以去做故事创作 也可以分享故事的案例 甚至是影片 还有书籍的一个分享 然后上台做个报告 跟同学们呢 分享彼此的一个心得 那我们考试等于成绩的一个评量来讲 平时的部分呢 总共占了50% 所以呢 出席缺席的部分 然后我们小组参与讨论的部分 个人作业的部分 这些总共是50% 那其中报告呢 是属于个人报告 这是占了20% 期末呢 是属于分组团队的部分 所以你的成绩 你的报告的部分 还有你团队精神的部分 总共呢 是占了我们总成绩的30% 那最后呢 就是未来的学习方向 建议同学们 可以去休息一些相关的课程 像我们同事 还有一门叫做生命教育的 那后面呢 可以延伸的课程来讲的话 应该可以是属于 专业课程里面 融入服务学习的地方 那以这门课来讲 细说生命与人文关怀 在课程当中呢 除了透过影片 透过绘本 透过一些个案啊 等等的跟同学分享以外呢 我想我也会 把我自己 人生到目前为止 也快40了 所经历的一些起起落落 那也跟同学的去做分享 那也可以让同学们呢 做个一个借鉴 那能够去省略掉一些 不该走的路 让你们能够少一点挫折 我想这也是我开这门课 最主要的用意 那希望呢 休息完这门课呢 同学们都能够找到 对生命的一个热忱 学习的一个意义 跟自己梦想的一个目标 然后能够坚持到底 所以欢迎同学来休息 细说生命 语能问关怀